真实智慧 德正庄严 要去除自我 去除一切人为的执着 我们要没有人的执着 不要总是我认为怎么样 我肯定是对的 我应该怎么样 我过去怎么样 没有啊 你还是原来的你 你是谁啊 不要在外面当老大 在外面就要经常低下头 越高傲 就越会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 我们对任何人不要执着 我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除众生相 就是要去除 对世界一切人为的执着 也就是说 所有众生都是好人 我对所有众生都没有意见 我没有什么执着 明白吗 除受这项 就是破除对时间 对累事 对年龄的执着 人生一世 执着什么啊 就是我的钱是欠他的 我没有办法还他 很多女人就是这样的 婚姻破裂 觉得自己欠儿子的 不停地对儿子好 好到后来 儿子爬到他头上了 他还对他好 实际上 他又在造新业 他让儿子造了业 他儿子下一辈子 还得还他 所以 不要执着这些东西 不要觉得 自己累事欠他的 欠什么啊 我该还的 也还的差不多了 实际上 你这句话已出来 你也真的 还的差不多了 要不然 一直会还下去的 一直还下去的话 是还不完的 放下吧 放下 很简单 看电视的时候 学会放下 看得最精彩的时候 人家跑过来 把电视机关掉 你生气不生气 不生气 这个就叫修养 就叫放下 你忍辱 笑呵呵地说 我本来就想关了 我睡觉去 放下了 一片漆黑啊 如果你发脾气 跳起来了 大喊大叫 你这个人自私啊 为什么要这样 这种人 修得好吗 师父跟大家讲 我们只有破除 这几个方面的执着 才能进入 佛的本意 佛本来的意义 就是让你得到 空性的智慧 学佛人 学佛半天 就是要学意义啊 如果你学佛半天 没有学到 真正的 佛的真谛 你有什么意义呢 白学了 空性 是什么智慧啊 就是随缘 无所谓了 哎呀 他把我的钱骗去了 我不能活了 哎呀 他是我的儿子 我把他养得这么大 他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我不想活了 什么样的困难 都是给我们的境界 什么样的困难 都是楼梯 我必须走上去 跨过他 把他踩在脚底下 人生在世 有什么不能踩过的路啊 断烦恼是修 了生死是行 这都是名言啊 断烦恼 就是在修心 你把烦恼断掉了 你就是在修心 你修心 就是要断烦恼 没有烦恼了 你就成功了 心就修好了 那么了生死 是什么意思呢 我根本不知道 人还会活 还会死 因为死了 就是活 活了就是死 因为死了 还会活 活了还会死 生生死死 是没有穷尽的 因为人本身 就是活在循环当中 所以叫轮回 你懂得了生死之道 你就能修心成功 修心成功 是你摆脱了烦恼 对众生 没有利益 对自己也没有利益的事情 不要去做 对众生 有利益 对自己 没有利益的事情 我们要去做 对众生 有利益 对自己 也有利益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去做 这就是 指导你们做人的方法 今天 你们去骂人了 去跟人家吵架了 对人家 有没有利益 没有 这种事情 不要去做 对自己有利益吗 气得半死 也没有利益 不要去做 增长慈悲的事情 要多去做 如果做这件事情 是增长你的慈悲心的 你要多去做 今天 你们给人家 发师父的书 你们是看到 这么多人很可怜 连师父 这么好的书都不知道 师父教的 这么好的白话佛法 这个人 怎么都不知道啊 慈悲吧 你们在发书时的 那种慈悲感觉 会让你们得到很多的功德 对众生有利益 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 要去做 虽然对我自己 没有多大利益 但是 只要能够帮助到别人 我就很开心 我就去做 舍己救人 要觉知自己 在六道已经很久了 怎样才能解脱 你要经常感觉到自己 我在这个世界上 待了很久 我做错太多事情 我年纪不小了 我谈恋爱错过五次 我的感情受过折磨 我被人家骗过钱财 我跟爸爸妈妈 吵过无数次 我的孩子 现在被我教育成这样 太长时间了 我为什么还不懂啊 我为什么还不改变自己呢 要快乐 要解脱 要知道 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 这样 你才能相应他人的心 因为你感觉着急了 你才会跟人家的心碰在一起 用现代话讲 很多女孩子 年轻的时候 嫁给这个老公 一直觉得 自己很漂亮 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 等到满脸都是皱纹的时候 还学着 二三十岁时 跟着老公的那个样子 我要这个 那个的吵着闹 人家早就把你给扔下去了 什么时间 说什么话 对不对啊 什么情况 做什么事情 要懂得 了解人家的心 才能相应人家的心 你要有爱他人 胜过爱自己的心 爱人家 要胜过爱自己 这个人 才是一个有善心的人 就知道爱自己 从来不知道爱别人的人 这个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呢 爱人家 要胜过爱自己的人 才叫爱人啊 你们现在 个个都自私 只知道爱自己 哪有爱人啊 所以 就是自私之人 佛经上讲 二种庄严 庄严有两种 一是智慧 我们过去 在学校的时候 为什么有很多小朋友 喜欢你啊 为什么有很多小朋友 跟着你啊 因为你这个人 有智慧 碰到什么事情 你都能想出办法来 所以 小朋友 就跟着你 简单讲 就是你这个小孩子 有脑子 有智慧 庄严是智慧的结晶 第二个庄严是福德 因为你有道德 你才会有福 有福的人 一定有道德 福德和智慧 是相辅相成的 有智慧的人 他会有福德 有福德的人 他会有智慧 所以 要有菩萨 智慧具足 如果你是菩萨的话 你必须具足 如是二庄严者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菩萨 第一 你必须要有智慧 第二 你必须要有福德 师父反过来讲 我们现在学菩萨 首先 我们必须要学智慧 要拥有一点福德 经济上不好 很多功德就不能做 品德上不好 学佛就学不好 对不对呀 过去身体残疾的人 是不能够成为比丘和比丘尼的 这是释迦牟尼佛定的 如果你是一个断手断腿的人 你不能成为和尚和尼姑 因为你前世的因 造成你今世的果 因为你前世的恶业 你今生还在受者事 这就叫道理 所以 学佛的人 一定要有道德 师父跟你们讲 要知佛性 就是这个人 如果想学佛 你必须形象要庄严 这就是 师父为什么叫你们 少在人前开玩笑 因为开玩笑的人 就是不庄严 而庄严的人 是不轻易开玩笑的 你们去看看 那些大领导 大总统 他们是不轻易开玩笑的 一开口 就随便开玩笑的人 是不庄严的 明白吗 这个人 如果分别佛土 是有为形象 也就是说 在你的心中 在学佛的 这块佛土上面 如果你产生着分别心 你就是有形象思维 就是有形有象的思维 而说 自能成就者 就是说 有些人学佛 而且说 我自己能够成佛 成菩萨 这就叫 比且住着 色生等静 比且住着 也就是说 如果你经常说 自己修得很好 说自己怎么样 能够成就的人 你这个人 就等于停止在 色生香 未处法的境界 实际上就是说 你这个人 没有进步 因为你有感触 你对色生 这个世界 还是很看重 不能脱离它 实际上 你就脱离不了 六道轮回 所以 非真庄严自知 就是绝对不是 真正的庄严 如果这个人跟你说 我修得多好 我已经达到 菩萨的境界了 我能够怎么样 那么 这个人 就是不庄严 自己在吹 人家就看不起你 如果你能 自己不着相 修行修道 不认为自己修得很好 不认为自己修得很好 修行修道 没有看到人间的一切 没有色生香 未处法 没有让你感觉感受 那你这个人 就达到了 庄严相 就是菩萨的 庄严相 庄严 要有无所住着的 清净之心 庄严是什么 就是心中 没有杂念的人 人才会庄严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预约医生 为什么有些人 就是看不起某个医生 认为这个医生 就只知道赚钱 几句话 就把病人打发走了 这样的医生 庄严吗 同样是医生 过去白求恩大夫 庄严吗 他不收钱 那么远的路 来到中国帮助人 不收钱 庄严吧 人家看得起他 对吧 一个医生不收钱 就只知道帮助人家 这个医生 就是非常庄严 伟大和高尚 如果一个医生 为了一点钱 给病人看病 他的人格 马上就变得低下 我们要依真实智慧 就是要依靠自己 真实的智慧通达 自性之徒 就是要用真的智慧 来达到自己 本性的土壤干净 唯心显现 这个时候 因为你的智慧出来了 你的心 真的很善良了 那你就能够显现出 无限的光明和慈悲心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人 从来没有坏心眼的 他讲出来的话 做出来的事情 他的行为 和他的脑子里 一定都是善良的东西 唯心显现 随着心 不断地显现出来 是善良的东西 此事 正智成就佛徒 叫正庄严 也就是说 你因为 有正确的智慧 你就成为 你心中 正的佛徒 你就是 正庄严 什么意思呢 因为 因为假装正经 就是不正的庄严 穿得再像样 人家说 人面瘦心 正庄严 就是心是正的 所以 他的脸像 他做出来的行为 才都是正的 这叫正庄严 今天 师父讲得深了一点 但是 确实是 讲慢了点 慢点讲 可以给你们增加 很多思维的空间 希望你们 好好学 好好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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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